歡迎收看 國際單車壇其中一項 盛時入環加州單車賽 吸引很多車隊參加 今年還舉行到第八屆 對, 今年有八隊職業車隊 和八隊職業周制車隊參加 我知道在職業周制車隊卓比奧斯 其中一位參賽車手 就是前香港單車代表胡見新 不如這時候跟阿重去看看賽事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 是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的藝術中心 這裡是混雜了所有單車組織的人員 和一些單車手聚首一堂 由於單車比賽 固然擺放古典的單車 在這裡做一個展覽 而我們稍後會進入會場裡 可以說是伊香奔影 今晚也見到四位 今次大會贊助的所有工作人員的老闆 也請到一些專業世界級的單車評述員 是為現場的嘉賓逐一介紹 每一支車隊出場 而香港的單車好手胡見新 他代表著這支卓比奧斯的周制職業車隊 另外也訪問一支世界頂級的BMC車隊 其中今次大延門美國籍的雲加迪韻 看看他對今次的比賽有什麼策略 除此之外也訪問 厚斯賀特這位全世界的冠軍 而在比賽的前一天 所有車手都會做最好的準備 亦都是做一些放鬆的動作 物理治療師亦都為單車手做一些物理治療之餘 亦都是連上一些運動膠布 在賽前我亦都問了胡見新 今次的比賽準備如何 他說非常之充足 為了這次的賽事 特意早來幾天在做一些訓練 他們賽前都喜歡做一些放鬆的訓練 難得的機會可以跟這些職業車隊 做40公里的放鬆訓練 初初都擔心跟不跟到 幸好他們由於今天放鬆訓練的速度 不是很快 其中包括他們的領隊和兩位老闆 都一起進行這個很輕鬆很愉快的訓練 原來世界頂級的車隊有一個文化 就是在比賽前一天喜歡去咖啡店 享受一下,約了車隊的職員 今天我們很幸運 一來到就遇到世界冠軍車隊 其中亦有前八角的國家冠軍 沙維尼和大家打招呼 你好,你好,你好 你會嗎? 享受了咖啡後 車隊馬上回酒店做最後的準備 其中一位贊助人都很想贏一、兩站 我們希望他們會贏 我希望可以 我抱歉,我抱歉,我抱歉 我抱歉,我抱歉,我抱歉,我抱歉 既然是一隊的隊伍 我確定你會討論 更多關於你的其他部份 但是這隊伍 都很合理,很棒 有很重要的尊敬 對駕駛 他們有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決定 誰會得到 所以第一兩天 這兩天的賽事 是非常非常糟糕 有很多積極 比賽的裝備當然十分重要 一枝車隊最少有兩架隊車 上面每一架隊車可以擺放八架單車 而大型貨車擺放很多單車零件 包括一些單車架、50輪輪輪 和大量的車輪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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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架是對車的旅遊巴 可說應有儘有 裡面的設施跟酒店沒有分別 裡面又有梳化 也有電視機 還有一個迷你廚房 如果車手覺得累的話 就可以在旅遊巴休息 而最重要是在站與站之間的旅程 就可以進行戰術會議 這裡是車內的 有一個洗手間、浴室、洗澡的地方 最重要是這張床 這張床不是用來睡覺 最主要是用來做 做完賽後做按摩 物理治療 或者運動按摩 很棒 第八屆橫加州單車大賽 第一站賽事 在聖地牙哥的市中心 艾斯孔迪多 圍繞外圍一個大圈 全長165.2公里 回到艾斯孔迪多 作終點沖線 中段也切 有三個爬山掌 另外一個中途沖線 第一天的天氣相當和暖 28度 51號被譽為 大熱門的斯洛佛克沙根 現場也受到很多車迷 找他簽名 除此之外 也有31號 美國選手 雲家迪雲 去到起步線 一眾頂級的車手 排在前面 準備出發排在第一行 全部都是世界頂級的車手 大會是安排 較前的車手 有一個較利的位置 今站最高的山峰 就是迫落馬山 只是需要哪位的車手 經過紅色拱門 有機會搶到分 亦可以爭奪 爬山王戰衣的尾語 去到比賽的中段 前面領先的三位車手 分別是卡達、尖美和馬沙士 順利拿到爬山的前三名 大組 BMC車隊 亦力追領先前面的三位車手 去到分站爬山的最高點 帕落馬山 搶到分數之後 車隊全速進行 盡快要追回 在較早前突圍了出去的三位車手 比賽去到還有32公里 一些衝線型的車手的隊員 為了協助一些衝線型的車手 有機會回到最後的終點衝線 所以力追一些前面領先的選手 由於這一段比賽較為激烈 這位古巴的選手 亞馬安就很不幸 在這裏就跌倒了 由於亞馬安在這支隊伍裡 都屬於一位主力的車手 需要由他們的隊友馬尼斯 帶回他上去 減低他所損失的時間 比賽剩下8.4公里 差不多已經到最後的階段 不斷都有車手 試圖在主車群突圍出來 而其中就是荷蘭的世界頂級 職業車隊維莎特 在這個階段成功 拉開了主車群 不是很多 大概80米左右 另外有一位西班牙選手 一百五十一號的麥斯堡 就是拍著他 去到最後的一公里 兩位的車手 依然領先了 大概主車群 大概一百米左右 穿著紅色衣服的西班牙選手 首先就是法蘭 但後面的荷蘭選手 就是維莎迪 在這個時間 再突圍 搶了出來 去到最後終點衝線 結果擊敗了西班牙選手 麥斯堡就是贏了分站的冠軍 而大祖後上回來的 領先的就是沙根 斯洛伐克 也是一位熱門的車手 結果他就拿到分站的第三 而卓比奧斯車隊的主力車手 美國籍的比爾 在這一站都跟到大祖回來衝線 拿到第十二名的名次 也由於維莎迪在第一站 就拿到冠軍 也穿上一件黃色的戰衣